最後就到part C2 他就問我們如果現在s是極大的時候 p是不是極大 你想想我們平時找一個極大 就是找一個turning point 找turning point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就是你會去d它一次 找到dpdx 然後你等於0 那個root才會是turning point 就是不要說它是max還是min 它首先要turning point就是root是dpdx等於0 我們可以看回s是何時拿到極大的呢 我們看其實part B那裡有計過 就是s當x是root3的時候 它是會拿到極大的 就是說整條問題就是問你當x是root3的時候 p是不是極大的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你可以先d它一次 我們會有p等於32個x除1加x的2次 減x over 2 dpdx其實就會是low1加x2 dhigh是32 再減回high dlow就是2x overlowlow就是1加x2的2次 再減回後面的2分1 你想想如果出現這個情況 s是極大p是極大的話 即是說dpdx whenx等於開方3 應該要等於0 如果等於0的話 就是同時是極大的 如果不等於0的話 即是說p根本 在x等於root3的時候 不是一個turning point 所以就沒有那件事發生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對著這條式 把x從root3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兩個括號 第一個是開給整個分子 1加x的square 乘回32 減32 乘以x 再乘以2 x OK 然後就關括號 這個是在關整個分子 除開括號 1加x2次的2次 再減2分1 將root3 代回到x 向上 出來答案是 -4.5 其實你看到這個值 是一個 數值 不等於0的時候 OK 我們已經可以肯定 當s是極大的時候 p不會是極大的 因為極大的時候 dpdx要等於0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得出這個conclusion 這就是partc2的做法 我先來看看 0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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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